最近,王一博又玩了一把跨界,参与了知名电竞赛事S11主题曲的在制作,并且接受了业内采访,没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个合作就仿佛捅了马蜂窝,直接惹恼了电竞圈。 王一博也不是第一个因为跨界合作被骂的明星了,之前和他一起拿过游戏代言的热巴,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因为表现不好被狠狠吐槽了一通,连主持人都不给他面子,当众嘲讽他是不是来打武术的。 王一博的师妹吴轩怡也曾经尝试和某女性向游戏跨界合作,一样也是单曲的形式,可消息刚刚爆出来,就引发玩家强烈抵制。 每等单曲发布,合作就被迫终止了,当时评论区的态度也是这次王一博跨界合作的部分反馈很是一致,也再次验证了两个圈子,根本不兼容这一点。 但要是说每次变境圈都是无差别攻击娱乐圈明星,倒也不是很恰当,就像薛淼·Alias在吐槽王一博的时候,也夸了刘百新,西琳娜·伊高,袁维亚等人的跨界表演,说唱歌手,选秀爱豆,还有小众音乐人,他们也都接受了。 在王一博之后,官方还找了谭君来,再次演绎同一首主题曲,评论区网友的态度就平和了非常多,只是王一博又一次隔空躺枪,搞得之前的策划就更尴尬了。 其实也不止电竞圈,王一博的部分粉丝对这次合作也有所不满,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官方要选择唱主题曲这一合作形式,难道就不能跳舞吗? 电竞圈也吐槽了这一点,认真看下来,与其说,他们针对王一博,不如说,他们是对这次跨界合作的成品质量不满意,最后也想说,这种让大多数人都不开心的跨界合作,对于游戏和明星都是消耗,可以有类似策划,只是希望官方能上点心,把合作作品质量提高上去,相信就不会有那么多吐槽的声音了。